停车 停车 什么情况 该不是撞了吧 什么情况 还没到国间的地方 居然两车追尾 这样肯定会影响测评结果的 怎么了这是 刚才我看前面车踩刹车 我就跟着踩刹车 但是感觉压力猛增 根本已经踩不动了 早上出发前 一切正常吗 正常啊 就刚才那一下 才出的问题 发生问题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气瓶压阀被打回卡地转了 所以制动的时候压力过大 这样 我们换一个新的血压阀 到了树营地之后 我们再查查原因 是 对不起啊 耽误大家时间了 没事 先去最近的兵站把车修好了 大部的一起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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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挺挺好 挺好 看来这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 蹦起来的石头把压阀给打坏了 这不是设计跟质量问题 纯属就是个意外 虽然意外事故 但是导致两辆车相撞 代价太大了 第三辆车随着损伤大一点 但它是后轻保障车 你应该也不认一下大局 对 我去给马克思打个电话 汇报一下 小夏 小夏 埃长安 请你注意试车纪律 等一下 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 这是典型的高原反应 要不要去洗点氧啊 我其实就想当面告诉你 那六套干点草图我收到了 我们俩打算高原试车结束之后 马上飞去深圳找你 可是没想到 你也来这儿了 我已经把草图交给了廖总工 他评价极高 并且组织的专家组 正在对草图进行论证 等选出一套适合华企的方案 就会马上推进下一步工作 咱们厂毕竟 我们厂 毕竟不是专业的发动机厂 所以在研发二代发动机上 一直困难重重 哥叔看完草图之后 马上就跟我说 希望你能回来 小夏 还有什么事 还有我 也希望你回来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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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上突发地震 容易引起路迹坍塌 咱们都得注意啊 去